因为油品问题拉出来的案外案 是生产五目拉面系列的新林食品公司 目前发现有14款面条 使用了铜叶绿素那 除了自家品牌之外 联邦大润发加勒福 鼎好跟美联社这些卖场代工的菠菜面 还有慈祭的蔬食面也受到连累 全部都要下架 另外台糖的海菜口味贡丸 也因为添加了来自金浩公司的铜叶绿素 今天下午自行回收 卖场人员忙着把问题拉面下架 就怕不知情的消费者 再把含铜叶绿素的面条买回家 五年前就委托新林食品代工 制作面条的美联社表示 原本以为和大厂合作没问题 没想到还是受到实案波及相当无奈 我一定会跟他很强烈的反应 跟抗议这样的事情 那不管怎么样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现在其实也启动了退货的机制 生产五目拉面系列的新林食品公司 六号宣布 三款面条含有铜叶绿素纳 下架回收 不过南投县卫生局追查发现 新林说谎 新林自产和代工 共有14种产品 使用铜叶绿素纳 包括美联社的蔬菜拉面 大润发菠菜面 加勒福菠菜面 惠康顶好的菠菜拉面 就连慈济基基金会的蔬食面 马尾菠菜也中标 加勒福大润发等通路业者表示 民众可凭发票或产品退换货 而台北市卫生局已经确认 新林上游厂商金浩公司 今年进口300公斤 铜叶绿素纳 但贩售时却写成天然叶绿素 涉及标识不实 裁定罚还40万元 另外台糖旗下的活力玩家 海苔口味贡玩 也发现上游供应商 是铜叶绿素的进口商 与新公司 因此台糖自即日起 自主性下架回收 并采样受第三公正单位检验中 记者赖水民吴家宝台报道